这里是鬼城宫都济龙镇 传说中的龙宫终于被我们打听到了具体位置 这是一处从未有影像资料记录的奇美龙洞 当地人称黄龙洞 传闻洞穴深处暗藏沼泽有黄龙盘距 传说是否真的存在 这期视频我们一行三人会用镜头将子洞穴全程记录 这个黄龙洞跟我们以往看过的洞都不一样 它的洞口非常小 这时候可以看到小杂姆已经进去了 它的洞口的宽度可能只有70公分 高度差不多是1米2左右 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洞口 这里还有村民搞的这个饮水管 黄龙洞在丰都这边是非常出名的 因为据说有一条黄龙在里面盘距 特别的神秘 我们可以看到这 最开始这个铁门是锁住的 在小杂姆沟通之后 这个铁门为我们打开了 我们这时候就进去 看一下里面的美景是怎样的 看这里进来特别的狭窄 而且这个洞口有一个树根 是生长到了洞中来了 这个树它是想方设法 伸到这个洞里面来吸收里面的灵气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棕乳石 真的是错落有致特别的好看 然后里面空间是十分巨大 这里出现了一个用薄膜搞的水池 它就是用来接这个棕乳石上面渗透下来的水 这个应该是当地修公路啊 用来祸混凝土做的水池 这边也有一个 但是这边的这个水池呢是干枯了 然后这个旁边呢 有两根巨大的棕乳石柱 特别的壮观 趁着这个洞顶 这样看起来这个洞体结构非常的稳定啊 这里面的棕乳石一进来呢 就看到了有这个蛋黄石 非常的难得啊 这是刚进洞口的蛋黄石 完全一点都没有遭受破坏 就说明这当地的人还是特别爱吸这个洞的 好了 咱们继续深入 这边水池旁边有一条走道 继续往洞道深处前进的 哇 这真的像山水画 你们这样光往上打 好漂亮的山水啊 像那个安徽天柱山一样 像一个山峰 特别的好看哦 看完了这个 棕乳石山水画了 我们就进入右边这个洞道 这个洞道非常非常的平 它是特别水平的这样一个状态 可能在雨季的时候这里是有水的 下面是沉积土 就跟那个水田一样 它会把这个地面 搞成水平的这样一个状态 看这根棕乳石柱 特别的好看 这根棕乳石柱吧 对啊 这边还有像一个什么 像一个蓬蓬裙 像一个少女的裙子一样 婚纱 对婚纱裙啊 像裙子一样吹在这个地上 特别的好看 这边出现这个棕乳石碟坛 一个叫云盆 像天池一样 好漂亮 哦 我们远去里来看一下 哦 好看啊 真好看 好 咱们继续前进 这个洞到从这里是开始上行的 这个洞现在看起来难度并不大 如果是有想来玩的朋友的话 我可以把那个详细地址 留在评论区 大家可以过来参观一下 这个洞里面真的非常漂亮 但是大家来的时候呢 一定要 好好爱护环境 不要带垃圾进来 这也是不要破坏里面的钟乳石 这里下去还是有几步台阶的 可以看到 我身后呢是有台阶一直往下的 然后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天门 那个天门那里的钟乳石呢 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尽量小心一点了 因为 这个洞里面都是比较滑的 所以呢 走起路来要特别的当心 这个钟乳石可能是 下去的人弄断了 弄断了这个断痕呢 像极了一个元宝 是不是特别形象 特别好看 这里下去还有梯子 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前进 每一帧都可以作为手机封面 钟乳石柱和这个钟乳石笋 已经形成了这种像 山林一样的这种景色 这边还有一个峡谷 这个峡谷不知道是通往何处 过去探索一下 从这个峡谷过来 这边又有一个大厅 钟乳石大厅 这上面还有挺多这种石崎 这种石崎是透亮的 一般情况下都是透亮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不是很透 而且机场很稀啊 咱们继续前进 你看那里 是不是像一针石雕一样 依然在那里 像个菩萨一样 像汉白玉的菩萨一样 特别好看 那个像汉白玉一样 特别的白 特别透亮 这里的钟乳石像几尊玉佛 在这里已经驻立了成千上万年 这个大厅呢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周围没有其他动道 我们继续沿着那个天门 往里面前进 回到主动厅 哇 那该去啊 哇 看这个钟乳石 好漂亮啊 这个 这时候我就通过了这个天门 然后再看这 这边的这个石层 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啊 可能有点磁罚了 大家看 这太漂亮了 真的就是一个漂亮 一个 精美绝能啊 这里面的钟乳石 还是非常原始的一个状态 没想到就在这个公路边边上 还是没有遭受过破坏 也希望大家到这里来玩的话 一定要 好好的保护这些钟乳石 哇塞 太好看了 我们看 这地上像沼泽一样 特别的稀 这上面全部都布满了这些鹅管 有专家分析啊 这个鹅管每一千年才会生长一厘米 形成这种景色的话 是特别特别的难得 这上面就像亮色的海带一样 这个形容 虽然说不太唯美 但是特别的形象 这太好看了 这里来到好大一个钟乳石大厅 地上没有石垃 就是从天而降的这些鹅管 不知不觉中已经深陷泥潭了 这个太稀了 一下地脚下去这么深 我们尽量还是走干一点的位置 但是这里好像是没有干的位置 这会全部像水田一样 这里面要是摘秧的话 可能都会长出米来 这跟踩在水田里面抓防散 是没有任何的区别 这地上好稀啊 这边还稀一点 我的天哪 这边 这会被大火 哦 要上火了 穿越了这个洞穴沼泽 这时候我们来到了一片高地 看这个蛋黄石 好漂亮 这蛋黄石你快来看 哇塞 正在升幅 发育期的蛋黄石 把这赤脚就过来了 这就是探动精神了 不抛弃 不放弃 一定要干到冻到最深处 这个鞋子 这怎么穿 从沼泽里面弄出来 把鞋子 把袜子脱掉 袜子就直接成了这样子 相机 相机成了什么样子 快来看 什么东西 雪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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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所有的光 雪馒头 那个气 特别的漂亮 雪红色的 雪红色的 这蛋黄石 这里面应该有一种特殊的矿物质 特别漂亮 特别漂亮 雪馒头啊 那继续前进 肯定还有更多的雪馒头在里面 这边过来就比较好走啊 一路都是比较的干燥 冻到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平整 不知道前面还会不会有那个泥潭 这种泥潭真的是过一次就够了 感觉再搞一次的话 这个人的精力都有点着不住啊 这边有个大涅缝 刚刚从这边过来的 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断崖 这个小断崖啊 差不多是两三米高 那个下面还有一个碎掉的梯子 石莲花 非常的好看 很圆啊 非常的圆润 这说明在雨季的时候还有水滴下来 所以呢 它上面没有这个盖花屋的包裹 上面还有花纹 特别的好看啊 咱们做自然某点 准备下降 那又到你了 没人想给我这些 现在咱们非常安全的下到了 这下面的裂缝 好好看 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 大家自己楼补 然后在这边呢 发现了有一个浴化的棕若石呢 是长得也像一尊佛 像那个迷楼佛一样 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通透啊 浴制通透 这个下面一层呢 这个旁边有一个小水坑 然后在这边发现了有一尊玉如意 特别的好看哦 给大家欣赏一下 是不是像如意 特别的震撼 这里有形形色色 各种棕若石 这根石笋弯弯曲曲的 它怎么可以注定在这里 一里千年不倒 哇 这里还有一株白莲花 这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这种感觉哦 周围的这个棕若石啊 都是无漆漫黑的 就它洁白如鱼 非常的好看啊 这上面像瘦陶一样 哦 真的是天宫般的景色 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看到村民说的这个黄龙 在哪里 我们继续寻找 穿越这个棕若石塔林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洞穴大厅 这里空间很大 强光手电照不到镜头 可能直径有上百米 这边发现了非常通透的这个棕若石 但是这个照出来不是红色的 不是雪馒头 我们继续前进 你以为这三根棕若石 能代表这个洞穴的美丽吗 其实并不是 我们慢慢往前走 这里我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它的震撼了 这棕棕若石 好是代价归宗的妙龄少女 祝你在这里 翘首以待 得带它的夫婿 把它娶回它 这里又像一尊南海观音 在这里 在这里俯瞰众生 听小栅目说 这里就叫龙谷 这么好的景色不分享出来 确实是太自私了 看到这里 你愿意为我们的视频点个赞吗 穿过了这个龙宫呢 这边又迎来了一道石门 然后这旁边那个石旗啊 是非常的通透 然后泛着红色的光芒 特别好看 好咱们继续前进 看一下里面还有些什么样的美景 这里下去 这是一层吗 还有一层 哇塞 你看这种 哇 那个好亮 继续前进 我们进来 走了很远了 我也没算距离 因为一路都在看这个美景了 没那个功夫算距离 这边冻到好像上行的吗 上行 哦 石花 什么东西 石花 对石头开着花 石头开花 对对 看 哎呀 哦 看这这这这一堵 这一堵 哦 哇 这太罕见了 哇塞 这像接的霜一样 石头开花 哦 像小小花瓣 对对 中午时开着这种花 这种很少见 咱们继续前进 这里洞道变得非常矮了 继续前进 这前面什么情况 走不通了 你带大家看一下 只通道 对 那你说黄龙洞全部探明了 黄龙洞现在全部探明了 我们要准备原动返回了 历时五个多小时 我们终于是把这个黄龙洞探明了 里面没有发现村民说的这个黄龙盘踞的这样一个实景啊 但是里面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钟乳石 这个地方呢就在这个济龙镇后面的山上啊 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过来玩一下 真的风景非常漂亮 在此呼吁大家 大家一定不要破坏里面的钟乳石啊 真的是太难得了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东西 拜拜 常在悬崖中间的地主古寨你见过吗 这里是湖北恩师历川 当地流传着一个百年传说 200年前 明镇当地的大地主向斗山 在百丈沟悬崖上修建了一处神秘寨子 不知有何用途 今天我们决定进入寨子内部 实地拍摄记录 这处古功成奇迹 这边地是非常的显耀哦 快来快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林子是非常非常的茂密的 这是一片小竹林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刺啊 走起来相对于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哎呀 这个很难爬啊 这个时候呢 根据无人机探查啊 这个带着呢 就在这个竹林的后面 所以我们必须是沿着这个45度斗坡啊 一直往上爬 快速前进 就在这里 我的天啊 这也太震撼了吧 看到没有 这全部都是这个条石 采用绳堡结构搞起来的 哇塞 那边还有城门 看到没有 太震撼了 找到了 找到了 就在这里 哇塞 哇塞 天哪 这左右的宽度差不多是二三十米 哇 那个圈 哇 那个圈 哇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盐签 他用这个青条石啊 把这个上面都堵得非常的严实 我这时候打开头灯 咱们进去 一探究竟 咱们进到了这个在门内部呢 可以看到这上面是有一个杠栓孔啊 这个叫杠栓孔 它这里应该是有一个对开的石门啊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它这里是有石门的 因为这个孔非常大 它如果是木门的话 它没必要做这个 差不多是15公分见方的这样一个方孔啊 这个 就说明它是一个对开的石门 这样一个结构 看到没有 然后石门关上了之后呢 从这里可以插一根杠栓啊 这个就是木头了 找一根非常结实的木头 然后这样插下来 插下来 在这个地上应该是这个土下面 是有一个石头的这样 窝窝啊 插在这里 然后把这个门抵住 这边呢 应该是有一个木方啊 这样进来 作为二层防御工事 当然这边的门栓孔呢 已经损毁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啊 有大大小小各种孔啊 也是观察孔啊 也是射击孔 我们看 再看这边 这边也是采用了这样 里面大 外面小的这样一个结构 看到没有 它是采用了135度 这样往里面延伸的 这样一个梯形窗户 在这个下面有这种 方形石孔 一共有五个啊 五个 它是这样上下采用的条石 这样堵住外面 想打进来的敌人 这看起来公式并不是很复杂啊 但是做得非常的劳实啊 这个也就可以说明 它是为了防御土匪啊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建起来了这个寨子 这个向斗山应该是财力非常雄厚啊 才有实力做得起这么大的一个躲冰洞 我们看这个地上散落的石头呢 已经看起来是青苔布满了它的表面 这个也就说明了这个年代是非常久远的啊 但是这种空空里面有可能会找到一些 呃银员呢 或者是一些碎青花池 呃 由于我们不是探保队伍啊 我们也不找这些 我们就是拍摄记录啊 拍摄记录这些古迹 我们看这个朝向 从这里就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 它本来是这样一个平行与三体的石墙 但是它的门呢 却是朝着西南方这样对出去的 这个不知道有什么讲究啊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最有意思的一点 刚刚忘了介绍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是有方孔的 这个三体上面是有方孔的 这个就说明这个寨子呢 它是分为上下两层的 可以看到 这个上面对应的也有那个方孔 跟这个三体是水平的 就说明这个寨子呢 曾经它是有一个木质的阁楼 可以看到在这边也有一些方孔 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到没有 这里也有方孔 这个就说明它是有阁楼的 所以它二层的那个瞭望孔啊 才起得到作用啊 不然的话人是没有办法爬这么高 如果用梯子的话也不太方便 所以说人是直接可以去到二楼 然后通过这些观察孔啊 或者是射击孔啊 直接探索外面的环境 在这个在这内部呢 有一个队窝 看到没有 在这里有个队窝啊 非常的圆 非常的规整 就说明在这里面是可以 充米的 它是可以在这里面生活的 并不是说啊 找到干粮啊 在这里面躲避一阵 它是可以存放那个生的粮食啊 在里面生活很长的一段时间啊 在里面有很多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粪便啊 在这个里面 看到没有 它也是就地取材 因地制宜 直接在这个山体上面啊 搞得这样一个原型的队窝 直径差不多是一个35公分 这边比较干燥 有可能呢 这边就是一个石床 看到没有 这里非常的平整啊 它的宽度差不多是一米 长度是两米 看一个单人床 这边应该有木制的床啊 这些 它应该在里面是曾经呢 分的有这个隔断 所以这一整个寨子 不可能是一间房子啊 有做饭的地方啊 有生活的地方 有这个休息的地方 这样一个结构 天哪 这里面是什么 发现这里 这个成一个凸字形的这样一个坑啊 它有可能呢 是藏宝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石头缝隙中啊 用三合图 给它搞得非常的密实 如果是个水缸的话呢 不可能做这么大啊 因为这里是不缺水的 要么就是一个骨仓啊 就是放粮食的 要么就是一个藏宝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边有很多碎石 已经把这里掩埋了 然后这边呢 有这个条石 已经垮塌下去了 这个能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这里是被人翻动过的 有可能他的后人呢 听说这个里面藏的有宝灯 在这里是寻找了一番 大家觉得说的有没有道理 也有可能呢 在我脚站的这个位置 下面是一个地道 这种可能也是有的哦 这里可以看到 有一个石墩子 这个石墩子到这里 是水平的 有可能在这里呢 就做的有这样一个隔板 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呢 在这边啊 也是这样一个 有没有可能就是地道口了 在这个地平面的这个石墙 这里有这种梯形的孔啊 我原先以为 这是一个没打通的设计孔啊 实际上不是吧 这是一个放木料的 这样一个隔槽的作用 看到没有 它是立地大概是12公分高 这样一个孔洞啊 立在这个墙脚下 这边也有 这里也有 然后这边也有 它应该是当时搞的 有这个木料过来 当时破了木地板啊 整体的装潢了 是非常的豪华 从这个寨子的公式来看 这个应该是 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 因为这个 看起来是非常的密实 然后是大门紧锁 它应该是人会躲在里面啊 为了躲避土匪啊 这样一个作用 根据当地老人介绍啊 他说 这个寨子呢 在它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那位老人呢 已经是年近八旬了 所以说 这个寨子至少啊 也有200年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城墙呢 它是用这个灰沙岩呢 实际上给它用站子 金雕细琢 然后采用了水帽结构啊 一体成型 中间呢 是没有用这个三合土填缝的 这个就可以说明 这个公式啊 还是非常的复杂的 我们再看这个窗户 这窗户上下都有尺啊 这个有可能在曾经没有被破坏的时候呢 它是有石头做的防盗网啊 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再往前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帽子并不是很大 它差不多整体的站立面积呢 也就只有差不多200个平方左右啊 它这个朝向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本来这个帽子它是可以就是做成这样一个平面 直接望出去望到河对面啊 但是它没有这样做 它是采用了这个两边的城墙 这样一个错开了一米 然后把这个石门呢 是朝着西南方这样一个方向望出去的 这个可能是请了风水先生看过的啊 我们再看这个石门上面 它是有这个门栓孔的啊 所以呢 它这个就躲着呢 它是黄域公式的这样一个帽子 你看这个上面 这个上面呢就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上面它是采用了圆形穹顶 这样就是一个石仿布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到这里呢 这个向斗山冰冻寨子啊 也就探索完毕了 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啊 大家有什么意见不同的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那么更多户外探秘 别忘了锁定户外小北啊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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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